在《神P太空人》电影中 小胖一个P就把火箭送上太空 P真的可以作为火箭燃料吗 亚当得知留言以后 立即开始了准备新的实验 首先要进行测试的就是P的威力到底能够有多大 他们准备与甲烷进行对比 为此亚当准备了自己P进行成分分析 与甲烷相比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他们用等量的甲烷和P进行烧水 最后发现 相比于甲烷 P烧水速度慢了很多 但是一样能够点燃并且将水烧开 这样看来 用P做燃料还是有可能的 接下来他们将两种燃料放到塑料瓶中 给塑料瓶开一个孔子 然后在尾部点燃燃料 看看两种不同的燃料下 P和甲烷有什么样的表现 结果相对于P而言 甲烷的速度不只是快的一星半点 甚至是P的好几倍 而P的成绩也实在让人堪忧 于是艾力想到了一种办法 就是在塑料瓶的最后方 加上一个喷嘴 这样气流加快了 也许速度就加快了 果然在使用了喷嘴以后 火箭的速度快了很多 这样看来用P来发射火箭 似乎又变得有可能了 接下来艾力负责与火箭燃料专家 一起对P与氧气的比例进行研究 通过不断地调整P与氧气的比例 艾力终于将最佳的比例计算了出来 P与氧气的比例保持在6比4 就是P燃料威力最大的时候 而此时坎西和伊莱尔 也在加速进行火箭的制作 现在他们已经将火箭制作完成 就准备最后的一项实验了 亚当带着少年队的成员 来到了一个垃圾场 这里是亚当与夏娃完成了很多实验的地方 接下来他们将要在这里 进行P燃料给火箭升空的实验 因为P的威力巨大 所以为了能够让保证大家的安全 他们还专门设置了一个防暴玻璃墙来进行阻挡 很快火箭内部已经装满了氧气与P的混合气体 现在就只要将火箭放到发射台上 然后点火就能成功升空 随着一声巨响 火箭升空 并且在天空中飞出了十几米的高度 速度也达到了61公里每小时 看来如果是用P来当做燃料的话 似乎也是可以做到的 只不过如果是真的要用P做到这一切的话 你需要给一个人插上一个导管 不停地收集他的P达到两年以上才有可能 所以这还是十分不实际的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